老友们非常的喜欢琉璃 也非常的喜欢我们四凤跟玄姬 这一对出狱夫妇 给我们帅帅的陈毅 和美美的圆斌小姐姐疯狂打call 希望你们平平安 健健康康 万时顺遂 期待作品与我们相见 让我们看到你们更多的可能性 看到你们不止50%的你们 我们看到很多大家 对于四凤跟玄姬的喜爱 那我们有很多的等笠子们 今天从五湖四海 从全国各地赶过来 为了跟我们琉璃的 这个收官的歌会 一起再来见证这个晚上 所以我们想问一问 陈毅跟我们的冰言 面对这么多喜欢你们 喜欢琉璃玄机 喜欢出狱夫妇的等笠子们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 来 冰言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个 我相信 出狱夫妇他们会在自己的平行时空里 过上很美好的生活 谢谢你们喜欢 谢谢 谢谢毕童 来 诚意有没有什么想对喜欢出狱夫妇的说的 主要是为了 此ifer haver 西凤和大家在这个夏天见面 Lun Sang 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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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Ooh 谢谢你们 爱的死缝 我再说一句 死缝虽然和你们说再见了 但是诚意还没有和你们说再见 我们也期待诚意 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那同时我们要问一问导演 你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完美的初遇夫妇 所以你作为这个缔造者 你心目当中初遇夫妇最高光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 每时每刻 我反正是觉得 因为我看了一句网上写的 说当大家看完《流离之号》 当大家看完《流离之号》 最后一集 然后再回到第一集的时候 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谢谢 我们能看出来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不舍 来 那其实除了对我们的思缝玄机 对初遇夫妇的 我们还有很多网友 想要对我们流离当中其他角色说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有对我们学艺的 有对白树的 有对洪梦瑶的 有对何盛民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同时呢 同时呢 还有对我们成瑜刘大哥的 对富方骏的 对姚依晨的 对杨希子的 对李新泽的 剧中流离每一个角色 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 深深的喜爱 同时对于每一位演员 我们的等离子们 我们的剧粉们 也都是发自内心的 深深的支持你们 希望虽然流离剧中的角色 暂时给我们告一段落 但是每一位剧中的演员 都可以越走越远 在未来有跟我们 更多精彩的呈现 谢谢所有的主创 也感谢所有到现场 以及线上的等离子 你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流离当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 因为工作 行程等等的 各种原因 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他们其实非常想来 所以我们通过一段VCR 一起来看看 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又鸣 在琉璃中饰演巫童 感谢所有等离子的陪伴 这次没能去云歌会现场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夏天 记住巫童 记住琉璃 以后我们还会再见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俊逸 在电视剧琉璃中 扮演的是钟离言 虽然本次云歌会 没有办法到现场 和大家一起互动 但真的非常感谢 一直支持和喜欢 琉璃的朋友们 这个夏天 又有你们的陪伴 很兴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琉璃中 楚玲璃的扮演者 张雨希 很遗憾 这次不能够来到现场 但是玲璃的心 与你们同在 感谢支持琉璃的等离子们 故事仍在继续 我们不说再见 爱你们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若玉的扮演者 周俊文 首先呢 我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对琉璃的喜爱和支持 同时呢 也深表遗憾和抱歉 因为疫情对形成的影响 没能够感到云歌会的现场 跟大家见面 但是我的心 跟大家是同在的 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不说再见 是 我们都不说再见 我们看到 那我们演员可以转过身来 我们的主创 我们可以看到 希子已经一直在抹眼泪了 眼泪已经完全止不住了 我相信每一位演员 从见到到完成这个角色的缔造 对他投入的感情 真的是非常浓厚的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主创 也再一次聚集到这里 我们再每个人说一说 自己对等离子们 对这个角色 以及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演唱会 还有什么想说的 好不好 我们从西子开始 加油 加油 就是 其实演小银画的时候 其实我也 当时19岁嘛 其实也是很担忧的 就怕自己 掌握不好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 然后 就尽力去演了 就尽力去演了 可能我的演技不够成熟 经验不够丰富 但是 我非常感谢导演 感谢所有工作人员 感谢邓哥 然后感谢我的主人师父 感谢所有的演员 然后对我的包容 就很感谢大家 特别舍不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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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希子 我们不说再见 我们会在未来 在更多的地方 跟大家再次遇见的 对不对 来我们方君 我相信琉璃 在这个夏天给大家留下一个 非常美好的记忆 那么我们也非常开心 能够认识了你们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故事 一定是未完待续 一定不说再见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 下次还能够再举手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再说 琉璃一结束了 然后腾设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 和大家见面 玄机别哭 所以 我不知道 其实到结束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多想说的 我爱你们 谢谢 我们的大家长 要不就最后给我们压轴收尾 好不好 来 我们的冰爷 也已经抑制不住了 我希望 能拍第二部《流离》吧 因为我特别期望 能把我们这些优秀人记在一起 再拍一部 更加优秀的《流离》 因为 因为说句实话 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不容易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都努力了 特别感谢你们 在这个夏天 这么喜欢《流离》 让《流离》 变得更加的优秀 更加的精彩 我们《流离2》再见 谢谢 谢谢我们制片人 如果有《流离2》大家看吗 好 来 我们 冰言 要缓一缓吗 还是我们现在可以 是 谢谢 其实小说的话很多 首先呢要感谢欢瑞 感谢钟姐 让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 这么一个灰红的线下世界 谢谢 然后呢 感谢导演的信任邓总 还有我们《流离》的一位小伙伴 谢谢你们才有了这个《流离》 相信《流离》一定可以走出国门为国之灯光 一个好的角色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 也很感谢在座的每一位 还有每一个演织人员 每一个帮助过我 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很感恩 谢谢 谢谢《流离》在这个夏天 让我们遇到了玄机 来 诚意 感恩 感谢的话真的是很多很多 其实他们都说得特别好 也是我内心想说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才刚刚开始 还有就是今天太晚了 大家回去注意安全 我们真的才刚刚开始 一定会让你们看到更更好的作品 我们刚刚开始 在未来的不久会再次相遇 我们导演就做大家长收官嘛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学艺 那我简单说两句 那个 只要你们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再苦再累也值得 谢谢 谢谢 谢谢学艺 来 孟瑶 来 孟瑶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流离》的拍摄 谢谢导演 2019年的夏天 今天带领《思凤玄机》所有设置的组的工作人员 造了一个那么美妙的梦给大家 让大家看到《思凤玄机》的爱 然后紫胡也在梦里和吴志祺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也收到了大家的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好 谢谢 来 牛大哥 感谢公司 感谢老板 然后感谢我们的导演制片人 感谢我们所有的演员 因为我们真的是像一家人一样 我会永远记住2020年这个夏天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来 哇 这个故事真的是又甜又虐 太美好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第十一世的这个视频 西皮哥那东西来了 真的 《千年之恋》 我刚刚唱这首歌为什么唱 为什么是我唱 我跟你们一样 跟所有等离子一样 站在科CP的第一线 秋玉CP太美好了 谢谢我们的老板钟姐 谢谢影堂导演 谢谢制作人 邓轻平 邓哥 也谢谢所有那么优异的演制人员 谢谢大家 也谢谢所有优秀的能力子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也 谢谢廷奴 谢谢姚依晨 谢谢 来最后我们的心得 感谢 感谢2020年这个夏天 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导演 这么好的制片人 这么好的团队 最重要的是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 优秀的演员 小伙伴们 能一起完成 这么优秀的作品 在这个夏天 我也非常感谢 谢谢 等离子们 因为有你们 才会有更好的我们 谢谢 真的 谢谢 谢谢所有的主创们 那最后 我们请导演再来说一说 好不好 反正我 反正我就用我那个 就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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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 这个夏天有了你们 才有了琉璃 特别感谢 谢谢 我们真的最感谢的就是导演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 这么好的 初遇夫妇 这么好的琉璃 谢谢导演 那前世命运埋下的伏笔 在今生幸会 我们感受到了 爱 温柔与深情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 在所有主创 给我们带来的 爱若流离当中 接受我们今天的 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各位主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 door